跟Gavika之间的较量 确实如此 那么杨清顺在骚倒之前 今天是以9比8立刻了杨汉忠 赢得也是非常的惊险 所以现在杨清顺在B组里面 应该也是有机会增强四强的机会 是 这个不是红杉军 不过两个人 在我们的比赛当中穿红 这是表示你曾经是冠军的意思 这两个球员呢 今年应该也碰过了好几次了 对 包括了在亚群赛也曾经交手过 那另外呢 Occolio在今年的 在美国康州所举行的 这个冠中冠的这个比赛呢 四强赛也碰到张荣林 当时Occolio是比较轻松的 击败了张荣林 那比赛是比较快的比赛 就是两盘 每一盘的抢五局 那如果两盘是1比1的话 是一个宙死赛了 那每一个制度都不太一样 当时是5比1 5比2 就收拾掉了张荣林 不后来Occolio在冠军决赛 败给了傅健波 因为那个比赛是 冠军独拿的一个比赛 所以整个5万美元的奖金 就全部给傅健波拿走 其他只有出场费 1250美元 那当然了 在美国他们的职业比赛当中 其实也有另外的一个观念 就是觉得在比赛里面 好像轮流冲球 似乎不太受到接受 那么最初刚开始的时候 像一些老派的球员 他们还都是喜欢 赢者冲球的一种方式 不过像WPBA现在已经改了 已经改成轮流冲球 觉得轮流冲球 在电视转播方面 还有比赛的激烈程度方面 是更加好看一些 好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 刚才排球的位置改变之后 对于Ales Pagolai没有影响 但是对于Occolio有影响 但是张荣林这球不准 冲球没有进 但是没想到打到第二颗球 就有机会上场 对 而且好像还帮了这个 我口流来做球的样子 是刚好顺势下来做到3号 菲律宾选手他们的持杆 好像是比较松的一个握杆的一个方式 对 两根手指轻轻的握住 Kolio的准度来讲 可能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他也比较积极 安全球其实做的并不是很多 其实他也不客气了 就是其实他今年表现还是非常的好 比如说在今年在卡达 有一场的世界杯的九球的比赛 他也获得了冠军 当时决赛他击败的Neus Feijan 13比5获胜 那场比赛的冠军的奖金 也有4万美元 所以Occolio还是顺利的拿到了 这一分 欢迎回到节目中的一句 欣赏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2008年 建立着亚洲9号球旋回站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美女才怕们 在比赛的间心 还要来做一个紧急的 第一时间内的数据统计 把最新的战况来统计出来 因为要决定到底是由哪四位选手 进入最后的四强对抗 三号球落袋但是一号球 有没有办法来进攻 哎出来一点的话 虽然这场比赛张若霖啊 已经是无关紧要就是他已经是乌援四枪了 我还是好好的打完这最后一场比赛 而且其实怎么讲的就是说 排在分组的第三名的奖金还是比较高的 至少稍微高一点点 分组第三名的奖金有2400美元 第四名是2200美元 张若霖倒是今年后半年的状况比较 并不是那么的好 不过在亚洲的这种 基尼斯的巡违赛他就是有那个运呢 以及那个气势能够赢球 所以在赛前被看好 看看张若霖的这颗球 争取准一下 对 好球空心 现在四号球 是左下角 那母球呢停在下方科兴附近就可以做到五号球 对 推杆轻轻打 但是弹出去还有点角度 六号球 六号球是在台岸的左上方 这颗球会不会弹太远呢 这蛮难的 要做六号的话 所以他干脆让我们就跑出 跑出来 当然戴手套呢 急球的选手并不多 哎呀又不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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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整个状态来讲 并不算特别好 是 冠中冠的比赛呢 当然远到美国去 那个是一个邀请赛的一个性质 呃也是止于四抢 就八个人参加了赛事 所以Denis Okudio在比赛里面再得一分二比零领先了张荣霖 而且接下来是他冲球 其实张荣霖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输掉了之前的几场观点比赛之后呢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什么太强的斗志 所以精神不够集中 像刚才的这几颗球 不该失误的地方出现失误 原本应该准的没有准 明显是在精神状态跟这个临战状态方面 并不是特别理想 张荣霖在昨天的比赛 那么分别是输给了王洪翔又输给了帕古拉扬 所以他自己也知道 要想要晋级四抢的机会非常渺茫 最后的总决赛总奖金有七万两千美元 所以一整年算下来呢 累计一共是三十二万两千美元 给你六战的比赛相当丰厚 有车落袋 而且一号球很轻松的可以进攻 而这次你可以看到 从球形上的感觉来说呢 他采取的就是比较大力一点 并不是非常软的鸟鸟冲 力量比较大一点的鸟鸟冲 因为这个九号球边上是没有球的 跑过头了吧 这球没有跑够 没有跑够 多跑一点 痛科兴弹出来就做到三号 要不就是 对应该是要跑好跑下来才对 对对对跑下来 拿出加干气的现在是这个短颗星 今天有哭了 是不是他也近期了 所以也很放松 出关很快 当然如果大家有收看这个 我们为观众朋友送上的 十号球的比赛的话 恐怕很多人不会忘记 一场非常难看的比赛 就是飞檐对雷 在Appleton的四强战 可以说那一场交锋之难看 恐怕是很罕见的 今天这两位选手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不过还是要把整个的桌面熟悉了之后 可能状态跟感觉就会出来 今天来说张二菱就是他的唯一的一场比赛 因为他昨天打了三场球 在这一组当中小组赛一共打四场 所以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 也是他今天唯一的一场比赛 可能希望慢慢的渐入佳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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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张二菱终于拿下一分1比2 还落后对手 接下来是张二菱的冲球 我相信应该还是大力冲球吧 三号球落袋 一号球掉球 昨天张二菱用了几次的鸟鸟冲 最后还是输给了最厉害 鸟鸟冲最厉害的帕古拉扬 今天还是正常的一个出击 冲球还是一个大力冲球 一号球受到了阻挡 另外一边的柯欣解球也蛮小心的 没有他push对不起 解球 这球大家呢打的都非常的放松 也没有说太过刻意去考虑 只是按照最直接的方法 对 把这球的距离方圆 要打就打吧 对 我扣留应该 有机会打进 无所谓啊 管转拼就拼了 哈哈哈 结果母球拼进去了 哈哈哈 因为现在两个人都已经知道了 这个最后四强的是谁进 谁没有机会进了 所以打起来相当轻松 二号是在左边 四号我看他怎么选 会是左下角吗 我选择是 应该是中带了 嗯 这样的话 做五号球比较好做一些 对但是 但会不会是组合 这个球好像做四号球的时候跑的有一点点不够 不过应该还可以做得到 嗯角度应该还可以 我就往上走做五号球 嗯 左上角 哦 左上角了哈 他还是避开了这组合了 应该五六不好打 对但这颗球是高峰前球 撞到了八号球 直接拉杆回来 直接拉杆回来 做七号 好 右上角两颗星弹出来 哎 直接拉杆了 两颗星看看能不能做到八号 上方一颗星弹出来做八号 左下角抵带 好 做到了八号球的中带 这中带还可以过 好 接下来看看啊 库六 左边冲球 还是没有 看样子他不如 艾勒斯派古拉亚适应 对 哎 你看到这明显是把它推高了之后呢 八号球 大家可以注意看八号球 八号球实际上是撞左边的带脚上方 对 已经没有是正对带脚这种铁球出现了 这球当然并不是特别理想哦 嗯 好漂亮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好球 而且做到了三号球 对 关键箱出来了 哈哈哈哈 这就就像这你 你核心刚刚讲的就是哈 为荣誉而战了 张铃 嗯 看看能不能过 嗯 哎呀 会挡到齁 安全球了 哎 母球跑出来了 我蛮靠近六号球的好看 我扣了怎么来解 哎 好可以包到齁 对 直接可以打 要不要拼中带 灌中带 有没有这个中带的线路 是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中带的这个线路 没有不准 放枪了 嗯 出来哈 好让张若霖呢有机会 左双脚底带 哇差一点 在昨天的比赛对帕古拉那场赛事呢 张若霖他的几个球的判断呢 并不是特别理想 嗯 能不能过啊或者会不会犯规啊 啊 判断稍微差一点 五号球没问题 太直就拉干 嗯 嗯 有角度 做中带 五一 没跑够啊 要绕 绕球台吗 不用 直接拉干就可以 但是八号就变成了一个远球 但是八号就变成了一个远球 3比2张若霖领先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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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颇流 接下来是张若霖的冲球 今天我拨有手风不顺 张若霖已经是连拿3局 而且破了两次对方的冲球 对 若霖也打得很轻松就是 也是无所谓 不过很可惜啊 因为如果要是昨天欧哭了又是这样的状态的话就好了 我说好像有点不厚道 那王弘翔就应该可以赢到 王弘翔这次比赛也非常可惜 两场对菲律宾选手的比赛的都是8比9输球 只输一局 二号球落袋 七号球落袋 周琳今天的冲球情况还不算太差 至少每一次冲球都有球进 四号是在右下角 远球 五号球左下角底带可以过吗 如果不能过的话 可能要做 左上角底带 将士比较比较轻的来打这个球 哇 哇 很干脆啊 他这个是想带球上来 结果没想到直接是给带进去了 他应该知道主要是把那个两颗球撞开而已 对 但是 更好 结局更理想 看一下 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六号球 六号球不好打了 哈哈哈 效果很好 一杆两颗球 但今天 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相信张若霖这颗球应该可以打得进 哎呀 我又乌鸦了 打太厚了一点 所以这个非说不信的失误呢 这个现在张若霖呢 发生了算第五次 不过 Occolio呢 也有一些 一些失误 甚至还有犯规 刚好进就好 只要进 在这个购物中心呢 所举行的亚加达的总决赛 今天还是小组的这个循环赛 小组的前两名呢 取得晋级 张若霖 这是他在这个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Occolio呢 则是 还有 有 至少还有一场明天呢 还有一场比赛 准决赛 所以不要忘记了明天 我们在比赛当中12点钟 先用现场直播的这个比赛 今天稍晚的最后一场比赛呢 杨青森对菲律宾的Gapica也是攸关B组成能晋级的重要赛事 就在这场之后 他现在换边了 换到右边了 冲球效果不好 其实今天 对于 Occolio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演练和适应了 对对对 他晋级之后明天将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排球位置 所以他必须要赶快 哎 这次有了 四号球落袋 这是Occolio在前面今天四次的这个冲球当中呢 第二次有球进 嗯 一号球呢 比较难以进攻 恐怕只能做安全球 现在是由裁判来赌秒 申请一个extension 这还是今天 两位球员第一次用到extension 这颗球不好打 安全球了 啊 还是要来薄中弹 哇 话好轻啊 而且做到了二号 现在看三号 三号也不好做 被九号球给挡到了 架干呢 这个很难 嗯 菲律宾选手是非常不喜欢用架干器的 还要薄啊 打安全球了 好球 有跳球的空间吗 看张若霖怎么选 应该 比较难 没有办法跳球 九号球力太近了 是 两颗星解球 一颗星直接解得到 放枪了 5号球 5号球 可以过的吧 9号 可以过 9号跟8号都没有挡到 是 是 那现在就7号 怎么样的一个处理的 7 8组合 打6号 因为他刚才母球并没有过中线 7号就不要跑掉了 不准 不准 这个组合就不好打因为7号球跟8号球之间的距离很远 而且并没有说是直线啊对非常正的对的代口 当然 张若霖现在7号球也不见得好打 开轮打击了 但是之后接下来这7号球怎么 要控制好 要灌中带吗 还是做安全球 但是现在只剩两颗球了 对 如果要做安全就只能是尽量把这两颗球放到台湾的两边靠近颗星 灌中的 好球 9号球有点角度哦 再拼一次 反正都无所谓了 又上脚底带 有了 所以现在比分方面变成了4比3 张若霖在场上领先了Dennis Oculeo 而在购物中心之内呢 是张若霖的这场比赛4比3 领先于Dennis Oculeo 那么我们知道的热带地区啊 实际上只有两季 也就是汉季跟雨季 那么到了 年底呢 一般都是雨季 所以雨水会比较多 张若霖的冲球 那对于比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有很大的关系 下雨之后这个湿度会更大 那么虽然是有空调控制的一个购物中心 但是 基本上它也算是一个半封闭式 因为毕竟它的大门是不断的在开启 所以相信这个比赛场地呢 内部会比较潮湿一些 相对于亚洲的其他地区 这也是选手们必须要适应的 当然对每个人条件都一样 对 这次的冲球无球禁 这也是张若霖今天的 这个第一次冲球的 Dry Break 根据现在最新的 update的这个成绩呢 还有 最近这一轮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呢 也看到了就是现在来自菲律宾B组的这个 Antonio Gabica呢 在少早之前9比7击败了吴嘉庆 所以现在在B组的情势方面呢 Gabica晋级的机会也是非常浓厚 是 那另外 杨清顺呢就是以9比4 9比4击败了Jobain Bustamante 所以现在在B组方面呢 那么 有可能会是一位菲律宾球员以及一位台湾球员晋级的局面 就Gabica设有可能晋级 那另外一个晋级名额呢 就是杨清顺或者是吴嘉庆 但是以杨清顺的机会呢可能是比较高一点 不过别忘了杨清顺在昨天的比赛呢是7比9 输给了吴嘉庆 不过还好今天两个人同时都击败了Jobain Bustamante 所以Bustamante 已经确定的是无援四抢 是 看着这次的 亚加达 Guinness九号球的 总决赛 四强的最后四强将会有三位 菲律宾球员 他这招打得很薄很薄 确实 确实 4号球的中弹 在电视 在在现场好一个有一个 大的模拟 好可以看到自己的 镜头 哇 这这这两个人越来越客气了 本来这个大会呢也是安排的就是 比如说分组的话同国级同地区的这个选手呢 是在第一场就碰头 避免就是说到了最后关头呢 如果说要比较这个激愤的话有的时候 同同个队伍的这个选手说不定会 会有所谓放水的这个情形 是 所以就刻意的在把这个小组的这个单循环的比赛呢 同队的这个选手呢就排在 第一场就已经遭遇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放水的情形 不过昨天的比赛呢 看到这个同国级的选手的一个遭遇呢 很多都是9比7的比分 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接近 就是 这样的话呢 等功您是不是还在暗示说 我还在暗示 哈哈哈 就是说你有上有对策了下下有对策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 我 最终 哇哦 这是一个 超级不理想的冲球 这应该是实验式的冲球啊 他现在 很明显 在找这个冲球的力道感觉 你看 三颗球 没有 没有动 他说明他这个力道已经很轻了 确实 确实他有可能 确实是实验性 就是说 这场比赛的当做明天的一个练习 所以各种力道的这个鸟鸟冲他都试试看 但目前为止在他今天五次的这个冲球局当中 有 三次 无球进 而且 Ocurio尝试了左右两边的冲球 对对对 那只是在左边的冲球呢 好像还是 有球落袋 这是打安全球 找右边来接球 下吗 嗨 不会吧 摆了一个 二九组合 两个人都累了 想赶快结束战斗 出去喝茶 打安全球 这个母球要不洗带的话 真的就是最佳一击 对 今天的最佳一击 上方科兴解球 犯规了 他并没有选择左边的 简单的一个解球 左边一科兴 当然可能会受到 九号球的这个阻挡 不过左边解球 是比较简单一点 保球拉杆 走到台湾的中间 靠中间一部分 做四号球的左边 小心别跑过头啊 哎呀过头了 拉开拉过头了 就自己掉自己 他真的需要喝茶了 对于他来说 刚才那个做球一点都不难 但是可能是用架根器的关系 但是可能是用架根器的关系 好球掉到了 力量控制的相当好 4号球靠在右侧台边 可以碰到了可以薄到 也做的不算太差 这次比赛的菲律宾球员表现的是相当出色 目前在A组呢 Denis O'Korio以及帕古拉扬呢 已经确定晋级4强 在B组呢 Gabika也是有非常高的几率能够晋级 所以今年的总决赛 可能是菲律宾选手的天下 没有办法进攻 打安全球 五球弹上去 又掉到了 对 两人呢都安全球呢 做得非常的好 应该是可以薄到了 可能薄不到下方克星 哦 可以薄得到 他放枪了 啊 空流有机会进攻了 这就是潜在的危险 因为他4号可以薄得到 所以呢 保险起见来薄球 如果这4号球会完全掉到 他只能解球的话 可能也不会母球撞到7号球 现在5号球怎么办呢 打右上脚地带 左上脚地带 好球了哦 嗯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最要扣6来讲 等于是明天准决赛的练习赛一样 但是并不是特别满意啊 这个球 怎么推干 会不会碰到9号球 哦 没有 8号球至少是一个长球就是 应该还好吧 这样的一个局面 嗯 好打进9号球拿到第5分 相信他最渴望的还是希望冲球方面能够有个好的结果 对 前面5局的冲球有三次了冲球无球进 所以5比4现在是Denis Okudio领先张荣麟一分 所以可见的这个球台制造商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对 然后把这项比赛的这种决赛呢热闹的来举行 好接下来这是 张若霖的冲球 这一次的这强力冲球呢是 无球进了已经是连续两局的冲球无球进了 前面三局都有球进 当然在 有些 这些撞球的人士呢也认为就是说9号球呢相较之下呢可能是比较简单 所以鼓励呢这个台湾的选手呢可以多打这个比较难度高的像10号球的 的花式撞球 或者是其他的球种 那这样的话增加了自己这个临场的应变力呢以及 向更高难度的 比赛来挑战 对 那当然了像这个在 05年开始成立的撞球联盟呢也是 以8号球为他们的主要比赛方式而不打9号球 是 但是相比较来说我个人还是觉得9号球实际上 在转播当中是 会更理想一些 因为8号球毕竟呢这个球的数目 太多了 对多了一倍那么在 整个电视转播方面呢对于 转播工作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度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9号球的比赛就算是因为我们毕竟呢是这次在 大家进行的比赛呢是用了当地一些 这个摄影 大哥那么可能他们对转播并不是特别熟悉所以第一时间内的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抓到 你的导演 所想要的位置 所以球的相对位置可能看的并不是特别清楚 那如果要再加上8号球的话 球多一倍的情况之下你想把某一些球能够 拍得更清楚 看得更清楚让观众看得更清楚就更加不容易 是 是 这这这 打带跑 二号球 远球 这是一个远球 感觉起来不至于太难的虽然是有角度了但是两个人的二号球都没有打进 所以我哭了来包 右下角敌弹 这次是薄剑 三号怎么办 他也怕这球也是打带跑 球跑回去 这是更难的一个角度的但是有口流还是让他保紧 看到 哦是好几层后对 这边全球了 躲到 是不是太大了一点 嗯 好像是可以看得到 嗯 张宏林好像可以看得到三号球 哇可以看到整颗 还是 差了一些 不过最后的结局呢还算OK 跳刺球吧 我告诉你 是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用跳干 跳球架干应该还可以架得到吧 但是他身材会比较矮小 所以辛苦一点点 今天的小组赛的最后一天 明天的四强的准决赛 不过印尼的这个球迷非常的支持 所以这就差了好多 真的还不如跳球 跳球就一定可以打得到 我发现我今天真的超级乌鸦 说话要小心以后 两人这场比赛呢因为都已经知道大局底定了 所以是完全放松的一个态势 球的欲望的并不是特别强烈 看来五号应该可以过得了六号 过张若霖这次有几个球的判断 都不是那么理想 当然因稍后那一场呢 杨青森对嘎比卡的比赛是相当的关键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嘎比卡也有可能呢 是已经确定禁忌 因为嘎比卡呢 稍后只要在赢杨汉中的话呢 就已经拿下了四胜 目前他已经是三连胜了 嘎比卡 稍到之前嘎比卡 以九比七击败的吴嘉庆 是重要的一场关键胜利 有点堆娃娃这球 还算好 因为在B组方面吴嘉庆呢 是两胜两败的成绩目前 而杨青森目前是两胜一百 所以可以看到现在是平手了 好 当然这个现在 目前在B组的情势方面呢 再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嘎比卡呢 现在是三连胜的一个成绩 晋级的希望是最为浓厚 因为他还有两场的比赛呢 其中有一场是碰到若履的杨汉中 那杨青森呢 现在是目前呢 打了四场的比赛 取得了三胜一半的成绩 晋级的机会呢 也是有的 过差输给了吴嘉庆 而且最后一场啊 碰上加比卡 而至于吴嘉庆呢 目前是两胜两败的成绩 还有一场要对杨汉中 好 接下来这是张荣林和Dennis Oculeo之间的对决 那么还是由Dennis Oculeo来冲球 他现在换到左边了 这左边冲球好像效果稍好一点 然后换到这半这半边来 以他的角度来讲的是左边 最后一颗6号球落袋了 但是Dennis Oculeo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不会满意 因为他的主要 鸟鸟冲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在于Winball 也就是他的菱形的脚上这两颗球 要能够九成以上是能够冲入底带的 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效果的话 像这种6号球碰了之后进中带 可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 因为这是有相当大的运气成分在 是 他用了一个extension 然后看看1号球 跑球 哇 2号球还做到了 而且打2做3应该也不难 Puculeo这保球方面的准度还是相当够的 对 前一局的这个2号球的准进 还有刚刚这1号球的保进 再推下来做4号 闪过7号了 没有什么问题 推出来做5号 这是很顺啊 推球 做球非常的顺畅 但是 他这个7号做8号的总是要放在下面是比较好做了 但是靠的科兴上没出来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 所以是一个大角度保球 没问题 就是多跑点路而已 但是现在 远球 对 这是一个远球就是了 哇 差这么多 才说对 才说他这准度很够了 就这时候呢 8号球不进 今天 进不起表扬 今天 今天这两个人呢 无形恋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任何一局的这个冲球 两个人加起来 没有任何一局冲球是一杆青台的 对方也都是能够上来 打的主要是打的非常的轻松 对 没什么压力 因为 要晋级的也已经晋级了 那像张荣林没有办法晋级 也已经明确 他知道小组当中的一个情况 跟形势了 对 所以一些哈 这个 失误啊 所谓非兽附近的失误呢 还是蛮多的 嗯 巫队呢 变成这个最令人羡慕的男人了 小心哦 无袋 小心你的女朋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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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这是张荣林的冲球 好 接下来这是张荣林的冲球 2号球 1号球 1号球近了哈 但是母球跟2号球呢是圆在两边 不知道2号球可不可以来进攻 有没有冠球的路线 张荣林是连续两局拿下 现在6比5领先 嗯 安全球 看看是应该是可以碰到2号球了 直接打了 可能 可以包的到 但是 对 这是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难打的球 是 不容易 5球看是躲到9号球封面去 5球看是躲到9号球封面去 白星要来进攻 安全球 好球 用9号球来调球 这一颗球 应该截到不难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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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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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是要灌底带吗 来做安全球 应该是做安全球 力道太大了 最后结局还不差 柯欣解球 也不好 碰到了6号球所以没办法来形成调球这样的话是 给欧克廖放枪了 放松放松肩膀 这场无关紧要的比赛两个人现在打起来了 好像也是蛮漫长的一场赛事 这球倒是 做的相当不错 应该是蛮顺的 但是现在5号球呢跑了还不够啊 薄球 5号 好球 母球要横台跑 但是 还好 稍稍过来一点 这球如果要少走一寸的话 可能就麻烦了 像他加快了就出干的节奏 对 因为他太想接下来的冲球论 他现在我相信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这个冲球上 所以现在 Denis Okurio跟张伍林 战成了6比6平手 在美国的WPA的排名 是排名高级第一的世界第1Kurio 今年的第一次在卡达杜哈 所举行的世界9号球的锦雕赛 他也拿到了冠军 最后的决赛13比5 击败了Neils Feijer 而赚走了4万美元的奖金 我们看到这是卡达卡 卡达卡在另外一边 对杨汉中的比赛 卡达卡还有两场球 他对杨汉中 以及对杨清顺 其中对杨清顺那场比赛 将是在电视主桌来进行 所以A组不用讲 这是Aless Park Lion 跟Denis Okurio 两个人都已经晋级了 所以就算这场比赛输掉的话 Kurio也是三胜一负而晋级 而张荣林的比赛呢 就算是赢到的话 也还是停在小组的第三 对 所以对于张荣林来说 真的是没有差别 另外在B组方面的情势 其实是比较 形成一个三抢二的局面 基本上大概 已经确定被淘汰 因为他已经吞下了三场的败仗 变成三抢二 三抢二的话呢 是卡达卡 杨清顺 以及吴嘉庆的三抢二 但是卡达卡的情势 是比较好的 因为毕竟呢 目前卡达卡呢 少老之前已经击败了这吴嘉庆 吴嘉庆又阴阳清顺 但吴嘉庆呢 最 这个 对他来讲呢 可能是不应该的一场比赛 就是昨天输给了阿蜜 对 最大的一个意外吧 对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他在跟阿蜜的比赛里面 出现了这个失利的一个状况 对 最后7比9输给了阿蜜 5号 因为就在台边 他现在又用了 extension 那这颗球 可能 对 没有办法拉干 对 我球会碰到6号球呢 想碰科兴 想碰科兴然后将3号球呢 勾进去这样的话 母球才可以从右的左边跑出来做到5号 但是 这种勾球的难度就大增了 准度也就大大降低 3号就没进 不过好像还好像没有放枪啊 我们再来看看 有没有放枪 有没有放枪 张宏林看看哈这3号球呢会不会进攻 又下脚 哦放枪 然后做到5号球呢也是相当出色 张宏林倒是有机会好在这局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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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3颗球 对于张宏林来说应该不会有麻烦 母球 哎呀 我真的太乌鸦了今天 所以我发现了应该是说我要说谁打不进就打不进 谁就可以进了 对 Denis Okulio这球很准 这个球同样很准 不过对于整个战局呢也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了 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进4强 对 那做一个小小的更正 因为王洪祥跟张宏林呢现在是在小组当中 一个排第3一个排第4 那么两个人如果要是 这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一胜一负的话 只会在他们俩之间做出一些位置的调整 对 都没机会进最后4强 没错 所以讲金数方面还是有一些小的差别 差200美金 200美金可以做什么 也不少钱了 经济不紧急 哦来个Mase 不过效果呢并不是特别好 没有掉到 对 张宏林的冲球到了最近这4个冲球局来讲呢 还有3次的冲球无球进 选择安全球 选择安全球 力道 好球 用2号跟6号呢做主打 再来几球 哎 拿跳杆了 这个球跳球比较危险 因为 我们看到目标球是在科兴的边上 所以力道控制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跳过头 哎呀 就跳球的技术 所以真的还是不会用 看来明天的准决赛呢 我扣了应该是不会拿跳杆出来 再来的球可能也不会跳了 对 不太好跳 这颗球并不容易跳 因为1号球离台湾边比较近 是 所以如果力道大了的话呢 就有可能飞出去 那力道小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跳不过障碍球 你你的球迷好相当的热情 嗯 而且都啊 踊跃的到了电视主桌啊来看球 那如果有人这个离开的话 马上就有其他球迷会补上来 7比6 库里尔现在是领先 舞球推下来 4号球做右下角抵带 弹出去5号球可以考虑做封带 2颗星哈过来啊做5号球 角度大了一点 中干 上去弹下来做6号球的右上角抵带 主要是5号球的角度大了 是 但做6号做还是蛮好的 嗯 直接拉杆回来做 哎 7号球 没错直接拉杆 7号球 左下角抵带 这要让母球跑到他的右边来 嗯 一颗星哈 然后横移过来 看他怎么打 左边一颗星回来 8号右边一颗星轻轻的 弹出来就好 轻轻弹出来就好 可以做到9号球 左下角抵带 对 拉杆好这个选手的送杆还是做的蛮确实 7比7 7比7 靠着Denis O'Korio一个跳球的一个犯规 那么自由球在手上呢 张若霖拿下了这一局 对 另外其他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啊 那在这个同时 王翔跟柳崇佑呢 然后7比7 那场也是无关紧要的比赛 看到杨青顺 好像在练球 练球 应该是在练球 稍后对 嘎比卡的比赛呢 攸关是不是能晋级 杨青顺 目前呢是三胜一败的这个成绩 只输给吴嘉庆 所以杨青顺呢也是 有相当浓厚的机会能够晋级四抢 而嘎比卡对杨瀚中的比赛呢 到待会儿应该也会有最新的这个结局 看一下Denis O'Korio的鸟鸟冲 这场Denis O'Korio当成是明天的练习赛一样 所以刚刚也把他跳杆拿出来试一下 结果效果是相当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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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有 哇哦 哇在调整了这个排球位置之后 看样子只有Alex派克拉尔适应的很好啊 对 在今天呢 Denis O'Korio他一共有四个冲球局呢是无球进 到目前为止冲了七局 超过50%是无球进 还好 虽然是绕了三颗星出来但是依旧是可以来进攻二号 这球某只要走多一点的话就掉到了 三号球在台按左边的颗星 好球 现在就是说呢A组只有五个球员了B组是有六个球员了 其实这个大会在考虑选外卡方面呢是不是 其实将来可以多选一个外卡 好就是说呢有两个外卡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一组各有六个球员其实也比较公平 是 因为是采取循环赛的方法 对循环赛那这组的选手是少打一场 对 八号可能会阻挡到一点 要先 科兴吗 再看仔细一点 这个 剁干了 申请 申请一个extension 张宏林哥第二次的extension 嗯 看这个先碰科兴 要不要马赛过去 哇 好球 哦 而且相当有运气碰到了中带的带角上弹回来了 因为他刚才这种先碰科兴勾四号球的话 母球会往上跑 而他又不能用太小的力量 因为 这种打击呢你必须要有相当的力量 四号球才会走 好 先碰科兴 嗯 但是运气真的很不错 碰到了中带的带角所以弹回来 否则的话这个母球跟五号球就是一个远球 五号球又变成一个高难度的打击 所以比赛啊确实有的时候是要看运气的 哇 好 因为打得轻了这球力道再大一点的话就进不了 哈哈 哈哈 好现在 当然张二龄这场球即使赢的话也没办法打进四枪啊 不过还是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好 有球落袋 两颗 那今天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这个冲球当中呢 那张若霖的冲球呢有三局没有球进 就在他一共八局的冲球里边呢是有三局无球进 冲球情况还算好 好 刚目前为止两位选手在今天这场比赛 没有出现任何的一杆青台 嗯 所以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看张若霖会不会把最好留到最后了 不啰嗦了看这一局 有机会出现今天的第一次的这个一杆青台这场比赛 也就是在最后一局 但是并不影响到Denis O'Curio晋级四强的机会 对 张若霖也确定是未免失败 不过在Denis O'Curio比赛里面呢 确实是这场比赛呢则是取得成功 对 更加是让我觉得遗憾 就是因为昨天在整个的排球位置没有调整的情况之下 O'Curio取得了一个非常稳健和极高的冲球成功率 所以也让他昨天能够取得胜文 张若霖在昨天一胜两败的成绩已经注定是无法晋级了 那么特别昨天输给了帕古赖昂的鸟鸟冲 5比9输球 让他失去了未免的一个机会 不过这也是学习的一个过程 一个经验毕竟还相当年轻 那王洪翔其实这一组的比赛呢也打得不差 但是相当可惜分别是8比9 两次的这8比9呢输给了两位菲律宾的球员 王洪翔也是没有办法晋级